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久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 仿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 虚黑的矿灯 照在你历史的碎洞里 窝行窝索 我是干瘪的稻碎 是师修的陆基 是淤滩上的泊船 把先生深深乐尽你的肩膊 祖国啊 我是贫困 我是悲哀 是你祖祖辈辈 痛苦的希望啊 是飞天秀街 千百年来 未落到地面的花肚 祖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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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你促心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珠王里正通 我 是你促背下古灵的黑牙 我 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波 我是先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北红的黎明 正在喷火 正在喷火 祖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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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你十亿粉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已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迷惘的我 深思的我 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你的富饶 你的荣光 你的自由 我亲爱的祖国 nhi podr的 Sure Ás bounds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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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校区 以色强不吸取的智山 那我在参与曾嘉庚的话剧演出 这个排练的期间呢 曾嘉庚也是建议做了一些了解 就是了解到他整个金字办学的这个过程 他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 他们自己的家业都维持不下去的情况下 他将自己的房产卖掉来支持学校的创立 那他的这个一种精神呢 就是说包括他在之后 他本来是作为一个国民党 但是他在去了延安之行之后 将他的立场转到了共产党这方面 也就是说他个人心中是有一个民族大义的 就是他是以真理为标准 那么从他整个所做的这些事情里呢 我觉得他的精神就是涵盖了两次就是固执 就是从他骨子里透出的一种故事 坚持着他从小到大做的任何事情 今日国事微如雷卵 所赖以维持者 唯有方心之教育和未死之民心 如果只国家存亡于度外 定将自取灭亡之道也 旧王图存 匹夫有责 也新家 德龙望熟 四夕而动 若国民众不及早醒悟 将后悔莫及 假使我们能报定 山居人下之理 一定要同个文明国家 并驾齐驱 今日不达 尚有子孙 如精卫填海 鱼公一山 终将有贯彻目的的一天 要知道 重情一举 比人深切希望 海内外同胞联合起来 定能众志成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